市中區京九路3號院小區週二凌晨發生拆遷衝突事件 有200名手持鐵鑲、鐵錘等工具 進入小區的搶拆人員與居民事會生發生衝突 致視倒地身亡 瞭解事件的居民小鵬告訴本臺 當晚山東大學齊鲁醫院鑑定其死於呼吸心跳走停 週三 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區分局回應稱 根據目前掌握的證據初步確定當事人並非外力致死 而是外因導致的自身疾病致死 但小區業主代表朱先生向媒體表示 強拆人員進入小區後用工具敲居民門窗 視會生送衣時身上有瘀青 耳朵裡面還有血 同院居民指視會生不是該小區居民 他是為照顧90多歲的父親才在當晚留宿在此的 另據視會生的兒子透露 雖父親患有高血壓和心臟病 但身體上有傷痕 加上平時身體健康 顧及使在事件中發病導致死亡也與衝突有關 因不滿官方調查結果 同遭拆遷的居民們在事發現場擺放花圈 拉橫幅向政府討說法 記者就此致電市中區公安分局 一名值班人員稱 不是政府把人打死了 是這個開發商的拆遷隊 他是自己的這個心臟病突發 事情要了解得全面一點 那回去安置怎麼處理呢 像那個現在領導都很重視這件事情 都在做積極的協調協商工作 都一直在研究這個事兒 不是說一直在拖 畢竟這是一件這麼重難的事情 居民小鵬告訴本臺記者 京九路3號院一共有6棟樓屬於國有土地房屋 住戶多是濟南市新華印刷廠的退休職工 幾年前 該院土地被徵收劃入拆遷範圍 但因為對房子有感情 對拆遷單位不信任 居民們普遍不願搬遷 小區居民因土地糾紛問題與開發商衝突不斷 這個地方拆了好幾年了 沒達成一致 哦 因爲什麼沒達成一致呢 肯定是賠償 才先安置啊這一塊 政府沒和和老百姓沒達成一致呗 拆了就累啊 拆了就累啊 這一次不能強拆啊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 特約記者 新林的